Samsung D44 对比刚刚发布 没有多觉得 ONO MAGIC VS 一个东西再好哦 如果我钱包买不起的话 也是废话来的 它钱贵就算了 它还比较松车 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噁心 哇 很大的一条风了 嗨 我是个人 今天又是折叠机专题 为什么是优这个字呢 因为之前我就拍过一个 上下GAP的小折叠对决 今天拍的是左右GAP的大折叠 Samsung D44 对比刚刚发布 没有多觉得 ONO MAGIC VS 王对王对决 到底谁会赢咩 打架吧你们 那我先讲好啊 这两台手机都不是我的 都是跟朋友接税 拍完了之后是要还的 但因为这几天 我是有尽量去TESLA 成功从里面找到一些 值得拍出来的内容 先打预防针 这一集不会有什么 很深入的各方面对比 而是以一个 今天我要买折叠机 又不想花太多钱的话 ONO MAGIC VS 值不值得买 和Samsung D44比的话 它的优缺点在哪里 好 现在先给你们 看一下整机先 Samsung D44这一台 这个就是ONO MAGIC VS 噔噔噔 什么我不要讲 第一个肯定就是价钱 一个东西再好哦 如果我钱包买不起的话 也是废话来的 ONO MAGIC VS就赢债了 价钱 Samsung D44在马来西亚有两个价 一个是12加2 56GB 6799 一个是12加512GB 7299 ONO MAGIC VS 在马来西亚只有101个版本 12加512 5999 所以如果我拿一样版本来对比的话 Samsung足足贵了ONO1300 跟Way不是300块 是1300块 1300块可以买很多东西的话 所以在折叠机市场里面 ONO MAGIC VS的价钱算是比较美的一台 而且我有点要讲 Samsung价钱贵就算了 它还比较送车 所以这一点真的很贵心 你看它的盒子 薄薄这样子 OK打开啊 里面有什么 Type-C Cable一条 说明书一本 SIM卡屏一个 真的就这三个东西吧 没有料 Samsung我去官网看了啦 如果你要自己买的话 给599罢了 I'm playing in the round 什么叫你要自己买 一定要买要不然JustP咧 是啦 ONO MAGIC VS的话 它的盒子里面 首先就是比较大啦 然后它上面是有纹路的哦 首先全部摆到美美了 这样子的 一个SIM卡屏 哦 竟然有送手机壳哦 Type-C Cable 还有登登 的MVP 充电头 66瓦的 单单是这个开箱过程 我就已经可以 感受到HONOR给的 那个体验感是满满的 因为今天我买的是一个折叠机 我不是买普通手机 我就算之后 这个盒子会丢掉的也好啦 但是我打开手机的那一刻 我就 哇 什么premium 第二点 尺寸 其实我之前已经搞不清楚 为什么一个人 会想要去买折叠机 后面我明白到了 喜欢的人哦 是真的很喜欢的 不喜欢的人永远都不会用 那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屏幕够大 折叠机一打开的那个震撼程度 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一个用惯普通直屏手机的人 是可以去理解的啦 所以我现在手上的这个Samsung Z Fold4 跟这个HONOR Magic VS 我还没有打开里面啊 我只单单这样的手上拿着啦 我已经很明显 feel到它是 那个大小是有差别的 一大一小有没有 前面这片screen HONOR 6.45寸 Samsung 6.2寸 6.45寸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刚刚好普通手机的screen size 所以当我一拿到它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呀 这个是很熟悉的大小和手感来的 一下子我就上手了 反正呢 Samsung Z Fold4就窄很多啦 比例它就是长长瘦瘦这样子咯 整体UI键盘都会相对比较窄一点 比如我准备send message 我推开键盘啦 字的大小你看到吗 是长远一下的我两台 讲真我自己try了打字 因为太窄了 也是一直打错字的 HONOR的话打字相对 我觉得舒服一点啦 打开的话 HONOR 7.9寸 Samsung 7.6寸 我现在左右放一起给你看 HONOR很明显是更宽更大的 看的画面全部都大了一个圈 这个 这个我觉得你们可以下次亲自去try一下 你就feel到那个差距了 第三点就是护眼这一件事情啦 如果你没有留意的话 HONOR今年发布的新机 都一直在讲护眼护眼护眼这个功能 Circadian Night 我讲了大概有三千多次讲了 是HONOR MAGIC 5 Pro有的功能来的 没有想到身为折叠机的 HONOR MAGIC VES它也有 它就在Setting Display & Brightness这边 Eye Comfort & Sleep 你就打开那个Circadian Night模式就可以了 它的屏幕呢 就会从傍晚开始慢慢变暗 跟着环境很自然 不会让你发现的那一种 让你身体准备好进入睡眠 那不懂有没有人注意到 Flicker这个问题呢 你看啊 MAGIC VES跟Z44放在一起两台 Z44的Flicker明显是多一点的 因为HONOR它有支持这个 1920 PWM的调光 是目前折叠机里面 最高的一个Number了啦 那越高的意思代表 Flicker越少 然后对眼睛也是越好啦 所以可以大致总结屏幕这一块啦 HONOR MAGIC VES赢的点就在于 外屏够大看自主服 内屏忽言 看久不上眼 第四点就是折叠机们的印象 关起来之后的风隙 对啦 上去世代了 先来给你们看看Samsung的 那这个我是已经关起来要的啊 哇 很大的一条风了 甚至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对面了 你再比二 你只中指 HONOR的话就是一个完全密合的这个风隙 你看我手上这个SIM卡屏 无论如何都穿不进去手机的风隙了 Samsung一下子就进去了 然后从另外一边出回来 就知道这个风隙是有几大了 OK 这样如果你跟我讲 你不是一个强迫针的人 那个缝隙大不大不关你的事 其实也是OK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啦 这个缝隙大除了影响美观度之外 你日常使用也是有可能会有尘埃啊 灰尘啊 跑进去 尤其是你放进bag里面有锁石 可能会刮到伤害它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就要更加照顾它不了 不要开玩笑 这样各位买回来啦 你刮到啦 你会酷 我跟你讲 这样不是讲完全密合就不会爆的 至少啦 今天你敢买 HONOR敢爆 它是有这个双瓶碎瓶线的 Screen Crack Protection 180天 就是说外面里面的屏 两个屏都给你保险 这个东西啦 对于一个普通手机来讲 是真的很普通 但是对于折叠机的话 佛心朋友 因为它是目前市面上 唯一台有做这个Protection的折叠机 正常来讲啦 我这边给大家科普一下 无论你买的是Samsung或者是HONOR 你的内屏碎了坏了都是可以免费修的 但是外屏坏了的话 你就要自己出钱弄啦 但是如果今天你买的是HONOR Magic VS的话 你就一次免费修外屏的机会 这里补充一点 Z44的防水是这支IPX8等级的 也就是说可以在1.5m的水深下面待30分钟 不是问题 这点for一台折叠机来讲是真的很厉害 可惜啦 Magic VS就没有防水功能咯 如果正常被水溅到或者淋到一点点雨 是ok的 就是没有人会拿折叠手机去潜水的嘛 第五点电池 HONOR Magic VS电池容量是5000毫安 配上一个66W快充 Z44电池容量是4400毫安 配上一个25万 快充 快充 就是说两台手机一起charge半个小时 HONOR可以charge到85% Samsung只可以charge到50% 这个差距不小哦 这一张无论是电池容量大小 或者是充电速度 Samsung都是输了的啦 无庸置疑的啦 不用比了的 skip 最后一个部分 虽然讲折叠机不是很注重拍照这回事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下的 两台折叠机都是配备了这个三镜头 Magic VS 54MP主色加50MP广角加8MP长角 Z44 50MP主色加12MP广角加10MP长角 参数看起来的话 HONOR Magic VS好像赢得一点点 但是这个还是要带出门拍照 你们才知道啦 走 白天的样张耶 其实两台手机都表现很好了的啦 HONOR色调偏黄 Samsung色调偏红 但是HONOR的细节处理更加到位 比如灯罩还有雕刻纹路是很明显的 广角罩因为一个是0.5倍一个是0.6倍 所以Magic VS总是可以比Z44拍到更广一点 夜景罩叻 两台都有不一样的夜景处理方式啦 Samsung更加偏向于肉眼看见的 而HONOR光运处理的更好 比如FreePlay和Wasabi这个字喔 它的闪光处理是很好的 接下来这张招牌照更加明显啦 Samsung已经出现了曝光的情况了 反而HONOR成熟稳重 黑白光都很刚好 OK总结今天这个影片我再重复一次 就是不需要做一个很深入的对比 而需要跟你讲如果今天你的budget有限 你又想要买折叠机的话 HONOR Magic VS有什么能打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就是价钱呢 HONOR肯定就是比较便宜了 然后处理器上面两台都是同样 用上了这个Bug Plus Gen 1的处理器 折叠手机最看重的屏幕 像Samsung毋庸置疑就是真的是很美的一个screen 但是讲到护眼大屏的话 HONOR又好像真的是赢我 其余的还有中间缝隙够紧密 电池容量跟充电速度都是比较快的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screen protection这一个东西 因为今天你用的不是普通手机 是折叠机的 你里面外面你都是screen 如果你用的时候你一直想着 哇它很容易爆哦 爆了之后我又要给钱去修哦 这样你是用到不开心的 好啦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